安寧在下一個日子來到天安寶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有特別的演講提供給大家 今天跟大家介紹三位特別的貴賓 我們兩者叫Joe Pug 合宿 參與這個計畫 另外還有兩位貴賓 一位是我們專業就院電腦所的副所長 另外還有 另外還有一位今天來幫我們大家翻譯的 也是專業就院電腦所的汪博士 汪很好 因為這個我們副首長跟這個我們演講的這個 Joe Parker 博士 是多年認識多年 所以從今天這個介紹的工作 我們就這個勞家這個助手長給我請 謝謝大家今天的下雨天號 星期天下午還來參加這個活動 Dr. Joe Parker 我們今天是從星期五到星期五天 我們是臺灣的天文學會開的年會 Joe Parker 是我們特地請來的演講的人 我是很早以前就認識他 他念大學 他剛進大學的時候 他念的是加州大學的伯克萊分校 我那時候在你面研究所 所以我們中間之間有他大一的時候 我是剛好是研究所快要畢業 所以我跟他overlife 一年 那他加州大學畢業之後 他就到University Colorado Boulder 去念研究所 還念天文研究所 剛開始念的是高質量的星星 他就高質量星星研究說 他們有星星的怎麼樣形成 他在輸入一些魚子狀性的內心裡面 有些什麼樣的星星 他做的大部分是在大麥年輕人的 我當時做的是我是做星級物質 我大部分做的東西也是在大麥年輕人的 所以我們跟他一直 因為是多年我們做的東西都很相像 他做 他大自然星星做過之後 他開始做 因為大自然星星的溫度很高 所以他很多紫外線的光線發射出來 所以他從高質量星星做之後 他開始研究紫外線的光譜 他從高質量星星 他拿了博士學位之後 他就到美國太空總署 在Gardley Space Flight Center 這邊做博士後做子彌 他做博士後的時候 他去做紫外線的光譜 從那邊開始 他就 突然在很果然的機會 就是有一個人就問他說 你要不要用紫外線光譜來看行星 他說好啊 從那時候開始 他就開始轉來開始做行星 他後來就轉到西南研究所 西南研究所的大本部 是在Saint Antonio Texas 他該地方是在Boulder Colorado 大概有90個成員 他現在就是率裡面的主任 他做行星研究單位的主任 他做的 他一定要講的一個題目 是講的Rosetta Mission 是在去研究一個彗星 那他在這個彗星 就是在那個 Rosetta Mission裡面 他有一個 他主管一個 也是一個紫外線的光譜 叫Alice 他這個Alice 他的名字叫Alta 他主了 他紫外面的名字叫Alice 它是紫外面的名字叫Alice 他的光譜也是他做的 他今天就做作文獎 所以我們今天很高興 他來這邊跟我們講 這個Rosetta Mission 他今天早上 在我們聽過年會 講了一個很精采的演講 他當然是科學性的 他答應說 我們下一個更多美麗的 精采的圖片 所以現在讓我們大家 我們來歡迎 Joe Finder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come here and give a talk here So I'm going to start by telling you the answer The answer is we have rendezvous with the comet and we have landed on the comet Joe Finder 他剛剛講說 我們現在 一開始要跟你講一些 就是結果 然後我們對中央的 想要傳達給各位的 就是說 我們跟彗星會合了 而且我們放了一顆 那個探測船 到彗星的過程上 這個計畫的名字 叫做羅塞塔 然後我們真的把它 翻譯中文的話 叫做羅塞塔 然後我們要講說 就是 Joe Finder 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未來 會再做什麼事情 But Before I tell you about Rosetta I should tell you Why Rosetta is going to do what it's doing So I'm going to tell you first about Comets 在跟各位介紹 羅塞塔的計畫之前 我們想要跟各位 先聊一下 會心是什麼 誰看過會心的 眼睛看過會心的 可能不像這個樣子吧 看到的時候 可能不像這個樣子 因為你們已經看到了 這個通常是照片 看得太錯了 But Comets can look many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that's what makes them very interesting to us 會心的樣貌 可能是有非常多種會樣的樣貌 所以才會 大家 我們聽完學家才會有 會心非常的有趣 接下來會在讓各位看更多會心的照片 但是我們先介紹一下會心的一些專有名詞 會心 會心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剛剛我們知道的一個 就是 我們可以分為一個部分 是會核 核心的核 會核 the nucleus is the small chunk of rock and ice that drives everything else you see 會核是由冰 然後還有岩石所組成的 然後當它慢慢接近太陽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慢慢發展出很多 會心上面的一些組成 會核大概是從兩公里到二十公里大小 we cannot see the nucleus of a comet from earth even with the best telescope 因為會核的大小非常的小 所以呢 即便我們在地球上面使用最大的望遠鏡 也沒有辦法去解析說會核是長什麼樣子 but what we can see is the beautiful tail and actually the tail is made of two tails like you can see here 另外的部分 就是除了會核之外 還有就是我們的會偉 那會偉有兩種 第一種我們叫做塵埃偉 你看到這個部分 第二種叫做離子偉 你看到這個部分 One tail is called the ion tail or the gas tail and that's the blue one here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 這部分是離子偉 它是會發出藍色的光 它發光的原理跟霓虹燈發光的原理一樣 然後是太陽光造成它 所以它會發光 另外另外這個尾巴 另外另外這個尾巴 另外這個尾巴 最後一部分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匯法 匯法是從匯核 因為接受太陽光造成以後所發展出來的 匯核 匯核剛剛講過 因為它可能 它非常小 大概只有2到20公里 但是呢 在這個尾巴的話 很可能就會有幾百萬公里 那麼長 在我們觀測過的彗星裡面 有一顆彗星其實有兩個彗星 我記得叫做Holmes彗星 它的彗把發展出來的 是超過一百萬公里 其實是比我們的太陽還要大 好 現在 發自介紹過彗星的各部分 各個組成以後 然後我們現在想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彗星是從哪裡來的 那麼一個 彗星我們從觀測它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大概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 它大概就是分布在黃道面的左右 所以這個 另外一種是 彗星好像是從各個地方過來的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軌道傾角 如果說它是在黃道面的話 它軌道傾角是很小的 如果說是比較四面八方來的話 它軌道傾角很大 你可以看到彗星是從各個地方過來的 所以在軌道的軌道 我們認為 它應該是從 一個遠處在空間的空間 也在軌道 那是叫做 Kuiper Belt 在軌道 就是我們黃道面的彗星 就是軌道傾角不是太大的彗星 我們認為它也是來自於 太陽系外圍 像一個盤撞的結構的區域 我們稱為五國代 我們利用觀測到的彗星 我們可以推測五國代的存在 但是呢 一直到二十三年前 就是紀元一九九二年 我們才發現到第一顆五國代的天地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一句話 不是非常正確 因為呢 在一九三零年的時候 我們的確發現了 凱伯代的第一個天地 但是我們那時候不知道 它是從凱伯代來的 它又是我們 其實最初被降級的冥王星 凱伯代這個帶 這個結構大概是從海王星 大概是三十個天文單位 所謂的天文單位是地球到太陽的距離 從大概海王星所在的位置 一直延伸到大概三百個天文單位的地方 我們相信 我們相信 這個寶寶是像 這個宇宙的寶寶 它在那裡 它在那裡 它是 所謂的 我們稱之為 Jupiter family comets 或短期的 comets 凱伯代我們認為 是一個小行星彈 那這些 這些凱伯代天鐵 天文學家認為 它就是在當地形成的 然後 它們 應該是我們所謂的 木星不彗星的來源 現在 我記得 有兩種的寶寶 第二種是從各方的方向 所以 我們認為 寶寶從平方的層寶寶 是從海外 寶寶 寶寶 寶寶那些方向 必須來從 各方的地方 在全面圈 就像 剛剛我們講說 如果說 這個彗星 它的運行的軌道 是比較接近黃道的話 那 這些彗星 應該就是從凱伯代來的 那 不是 它的彗星運行的軌道 並不是在黃道面上面的彗星 它是來自各 就是它的兩角 是 琴角 它是來自各 各的不一樣方向的話 那它一定是從 它一定有另外一個 彗星 倉庫 一定會有另外一個彗星的來源 一定會有另外一個彗星的來源 so we call that region where those comet s come from we call it the ort cloud 這一類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它是 平均分佈在 就是不一樣的軌道琴角的彗星的話 我們稱為 它是 歐特雲 然後 the or cloud we've never seen it yet but we believe that it is very very large you can see our solar system here fits into this little teeny spot in the or cloud 我們 我們並沒有 真正觀測到 歐特雲 但是 你可以從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圖來看 比如說 整個 凱波帶 是這個樣子 然後太陽系是這樣子 然後歐特雲是 是 這一種 球狀的分布 然後 太陽系 大概就是在 太陽系 包含這個凱波帶 大概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歐特雲的結構 或是多麼龐大 the or cloud is at great great distance from five thousand to fifty thousand times the distance from the earth to the sun 歐特雲 距離我們大概是五千到五萬 天文單位 it is made of leftover debris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that probably got knocked out by Jupiter 歐特雲的這些 小型天體 它大概 它 據我們推測 它應該是在 太陽系的 比如說在 大行星的附近 形成 但是最後 因為跟大行星走得太近了 所以被大行星拋到 歐特雲的附近 所以就形成了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想像的這個樣子 and it is the source of what we call long period or Halley type economics 歐特雲的天體 是我們認為是 長洲期彗星 或是 哈雷族彗星的來源 so let me show you so let me show you what we call the life cycle of a comet 現在我們可以看一下 滙星的生命周期 是什麼樣子 as the comet gets closer to the sun the sun heats up that nucleus and it boils off the ice to make gas that turns into the tails 當彗星在軌道上面 運行到非常接近太陽的時候 太陽的那些光和熱 就會把彗核慢慢加熱 然後彗核就會釋放出氣體 so when the comet is closest to the sun the tails very long we say the comet is active but when it's far from the sun sometimes the tail completely disappears 就是因為 當它接近太陽的時候 太陽光和熱 讓它的殼表面的氣體 噴乏出來 所以呢 當彗星接近太陽的時候 它的尾巴就會變得非常的長 當它遠離太陽的時候 整個彗星看起來 就是沒有任何的活動 看起來就好像一顆小金星 沒有任何的活動 所以當每次彗星環繞的地球 轉一圈 環繞了太陽 就是在對方繞一圈的時候 由於太陽的光和熱 讓彗星彗核上面的氣體 就噴發出來 那這些會造成它的質量損失 所以每一次它接近太陽一次 然後它損失的表面的厚度 大概就是一公尺到好幾公尺 所以彗星會每走一次 它就會縮小一點 每走一次就會縮小一點 so now you all know everything about comet so I now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Rosetta mission 好 現在大家大概大致的知道說彗星 它的一些基本的背景嘗試以後 我們開始要介紹一下羅塞塔任務 the Rosetta mission is a spacecraft that has gone to visit the comet and it's run by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羅塞塔計劃是歐洲太空總署底下的一個計劃 it costs one billion euros it has both an orbiter that will go around the comet and a lander to land on the comet 整個羅塞塔計劃的經費是1.3歐元 大概是四十幾億新台幣左右 然後它包括了一個繞行彗星的一個軌道探測船 跟一個燈陸鐵 So Rosetta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most challenging missions we have ever flown 所以羅塞塔計劃是到目前為止最困難的一個太空計劃 it took twelve years for Rosetta to fly to the comet traveling over seven billion kilometers 羅塞塔太空船花了十二年才從地球上面飛到這個彗星的附近 然後我們這中間走過了七十億公里 We had to put Rosetta into hibernation to put it to sleep for two and a half of those years 我們必須要把羅塞塔太空船放到冬眠狀態 等一等會解釋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放到冬眠狀態 那冬眠狀態放了大概兩年半 It has large solar panels and it has to provide power all the way out almost to the orbit of Jupiter 羅塞塔太空船的一個特性就是它上面的電力幾乎完全來自於太陽能 其他的太空船可能都會用一些核能來泡 就是來提供它的動力 但是羅塞塔是完全用太陽能 然後它必須要在距離太陽4.5個天文單位的地方 還可以提供羅塞塔方面需要的燃料 It has 21 different instruments and it has as I mentioned before a lander and an orbiter 在羅塞塔太空船上面 總共載有21套儀器 然後包括一個 就是整個計畫裡面 包括本身自己一個 繞彗星的一個軌道太空船 對一個降落地 one of the challenges is that we were sending Rosetta to an unknown environment we have never been to this comet before so we didn't know what we were going to land on and also we knew that the environment would be always changing 在這個計畫裡面 比較困難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彗星之前是毫無所欺 所以我們把太空船是送到一個未知的環境去 然後彗星當它接近太陽的時候 因為表面氣體被噴發 所以它的環境會一直改變一直改變 所以彗星可不可以在那邊存佛也是個問題 so we had to plan not only for what we knew but we had to plan for what we didn't know 所以呢 我們當然就我們所知 已經知道的事情 我們要事先做一些計畫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計畫一些我們未知 就是以後可能將會遇到的困難 also comets are very dirty they have all this dust and rocks and ice comets coming off it and it's probably the worst place you want to send your beautiful clean expensive instrument 很難急 彗星它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它表面會噴發出一些氣體啊 塵埃啊 那你知道說太空船在組裝的時候 它是在獨塵室裡面組裝的 但是你竟然要把太空船送到太空中一個最骯髒的環境 因為它持續會噴發一些灰塵啊 氣體啊那些東西出來 所以羅塞塔太空船有非常多個第一 它是第一個跟彗星會合的太空船 它是第一個會把一個登陸鐵放在彗星上面的太空船 它是第一個會伴隨著彗星很長 and finally this comet has very very low gravity it is sixty thousand times less gravity than we have on earth 最後一點也是蠻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這個彗星的引力非常的小 大概只有地球引力的六萬分之一 the gravity is so low if you were standing on the comet and you dropped the ball it would take two minutes for the ball to hit the ground and you could also jump and escape the comet 因為彗星的體力非常的小 所以呢如果說你把一個球從這個高度放下去的話 大概兩分鐘以後才會碰到彗星的表面 那如果你可以站在彗星的話 你一跳你很可能會跳離彗星 你的一跳你的速度就會大於彗星的脫離速度 所以就會離開彗星 so since it is so difficult to do that why do we go to all this trouble to visit a comet 既然有那麼多麻煩 那為什麼我們還至少麻煩要到彗星上面去呢 well first of all comets just look really neat and interesting 當然第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彗星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有趣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pictures it is a picture of comet Lovejoy take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s the comet goes behi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air 這是講者最喜歡的一張彗星照片 在台灣 因為好像是去年到今年年初 可以看到 台灣這邊列約的愛好者 密稱為愛交禮彗星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從太空 太空站上面拍下來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彗星 它是從我們這一層 它是在地球大氣層之後 所以我們看到彗星是透過地球大氣層看到彗星 so besides looking beautiful there's also good scientific reason to go visit a comet the first reason is that comets are the leftover debris from the forma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and so studying the comet can help us study what the solar system was like four and a half billion years ago 因為彗星上面組成 我們相信是最原始的物質所組成的 所以呢 當我們研究彗星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研究四十五億年前 當太陽系剛形成的時候 那些物質 形成太陽系的物質到底是什麼 also also I explained that comets come from these very different distant regions the kiker belt and the york cloud they'r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but it's easy to study them if they come to us so studying comets help us study those distant parts of the solar system 剛剛在一開始講到 這些 凱伯代 跟 歐特雲 它距離我們地球 是非常非常遙遠的 我們要到達那邊 到達現地去 去做研究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呢 我們就守株待兔 等彗星過來 來自於不一樣 彗星倉庫的彗星 比如說凱伯代的彗星 或是歐特雲的彗星 當它過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可以趁機 借這個機會 好 就有彗星 還有一個 就是 對一般人 會覺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 彗星有可能會中地球 當有一顆彗星 真的要中地球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先準備 然後我們最好要了解 說這個彗星到底是 由什麼東西所組成的 那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 去對付這個彗星 但是彗星座在地球 不是很可能 有一些 有本理 為彗星座在地球 彗星座在地球 彗星有水 彗星有自然的 藍物 這些能幫助 創造生命 被彗星撞到也不全是不好的事情 当然现在被彗星撞到是不好 但是在太阳系刚形成的时候 地球常常被彗星 以及其他小行星所撞击 因为彗星上面可能带有一些水跟有机分子 所以当它撞击到地球上面来的时候 它会把水带到地球 有可能会造成对地球开始有生命 所以当你在喝水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是喝到来自于遥远彗星上面的水 好 我们现在开始会讲罗塞塔太空船 这个是画家底下的罗塞塔太空船的诗意图 它看来自于遥远彗星上的罗塞塔太空船 让我看看 所以这里是罗塞塔的罗塞塔 这里是罗塞塔的罗塞塔太空船 这罗塞塔的罗塞塔太空船 像你们看到那边也有罗塞塔的模型 但是真是罗塞塔的大小的话 它从太阳能板的一端到太阳能板的另外一端 它会展翼大概是32公尺 罗塞塔本体 它的体积大概就是2.8公尺 乘以2.1公尺乘以2.0公尺 然后它的小孩叫做B雷是登月亭 它的大小大概是0.85乘以1.5公尺 第8公尺 所以这里是一个照片的罗塞塔的罗塞塔 在洗衣室的房间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主体 空船的罗塞塔不够接触 但这边就会接触到这里 这是罗塞塔的太空船 在独乘室里面组装的样子 这是它的本体 然后这个太空船 它的太阳能板还没装上去 底下这是它的小孩 B雷就是它的登陆 这里显示B雷 这是ALICE 这是爱丽丝 这是爱丽丝 这是奖者她所参与的一个研究计划 等一下她会再跟大家多讲一点 这个就是把太阳能板装上去以后 然后展开的样子 可以看到它非常地巨大 这个是罗塞塔的太空船上边所装载的各个仪器 总共它有11个 在罗塞塔上面它有11个仪器 然后其中有一些仪器里面 还有一些仪器 有一些有几个 它们是混在一起 然后变成单独的一个仪器 And the lander Philae is a complete spacecraft and a complete laboratory itself Philae 它就是罗塞塔的小孩 它是一个登陆的 然后它本身就是一个太空船 在其中它想要特别跟大家提的就是 有一个仪器叫做Concert 在Philae上面有 但是在罗塞塔上面也有 所以它们两个同时都有这个东西 The way concert works is when the lander is on the comet And Rosetta is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comet It will send radio waves back and forth And using that it can tell what is inside the comet 有这两套仪器最主要的目的是 当Philae降落在彗星的时候 罗塞塔太空船到彗星的另外一套的时候 它们会发射无线电波 The radio wave 然后就是来回这样子发送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侦测说彗星的组成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罗塞塔任务的一些比较特别值得提起的一些事件 所以我们会慢慢地跟大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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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在2004年的3月2号 我们发射了罗塞塔 看通常 跟他们说 然后雷本还有些花图影 在星辰院的地上 所以我们需要地上去地上 一时间一圈都要 做到彗星达到罗塞塔 去帮美针到夕尔和彗星的颜色 谷星的颜色 去發射它 所以你射到軌道上面的時候 你可能只是一個圓的軌道 但是你要想讓這個太空船 跑到惠星的軌道的時候 你要讓它變成橢圓軌道 你要怎麼樣讓它從圓的軌道 變成橢圓軌道呢 你就必須要藉助行星的重力彈射 所以讓它發射 我們發射上去 然後讓太空船繞一下地球 然後用地球的重力彈射 讓它的軌道慢慢從圓的變成橢圓的 我們做了好幾次 這個是當它第一次接近地球 羅塞塔第一次接近地球的時候 它拍到地球照片 然後之前是白天 現在是晚上 我們也有一個飛行星星 在2007年的2月25號 羅塞塔接近木星 然後 它接近火星 然後拍了一張 講者最喜歡的羅塞塔的自拍照 它是第一張 它是第一張行星間的自拍照 這就是羅塞塔的飛行星 這裡是羅塞塔的空船 這就是羅塞塔的空船 空船的空船 這裡可以看到 然後在背後 是星星星 現在看到的這一部分 是太空船本身 現在看到的是太空船本身 現在看到的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是太陽能板 所以羅塞塔 拿照樣機 對著自己的 太陽能板 然後背景是火星 拍一張自拍照 在奔向 這彗星 67號P彗星的 那個 路程上面 我們也 在 兩個日子 就是 飛躍過 兩顆小行星 所以 後來 之後 羅塞塔 有一個 飛行星 很遠 幾乎 到 飛行星 那麼遠 我們也要 把羅塞塔 放在睡 好 再過 就是 造反過 第二顆小行星以後 由於 羅塞塔 當時的位置 離太陽 非常的遠 所以太陽能 所以太陽所能提供的太陽能實在是不夠 你知道 羅塞塔 它是飛一個橢圓軌道 所以呢 我們在 它在 4.5 AU 4.5天文單位的時候 我們就只好把 這個 羅塞塔 放到 冬眠狀態 讓它 繼續完成 橢圓的另外一部分 然後 回來的時候 在比較靠近太陽的時候 然後 我們再把它喚醒 這是 非常深深的睡 我們 把羅塞塔的整個系統 除了 除了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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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羅塞坦很調皮,他竟然遲了十五分鐘才把那個說好好過已經洗的喧嘩送回地球上來 這是從地球上面兩座不一樣的無線電話耳機所接收到訊號,他很清楚地告訴地球上面控制站說好,我洗了 所以把羅塞塔放到兩年半的冬眠以後他終於洗了,所以很多人非常高興 所以現在羅塞塔已經甦醒了,所以我們可以把軌道的資料放進去,就可以跟會心做匯合了 所以讓我介紹您的公園 這個公園叫67P CG 太難唸了 所以 CG 這是一種短時間的Jupiter family comets 大約4公里 這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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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公園的基本資料是 它大概是 它繞行太陽一周的 它繞行太陽一周的 所花的時間大概是6.5年 它會心的直徑大概是4公里左右 它自轉的時間大概是12.4個小時 就是 這是我們最好的猜測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猜測 之前我們到達到公園 這是我們最好的猜測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猜測 這就是我們在計劃 看到說羅塞塔表面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在計劃之初 他們心裡面認為了 這個彗星的表面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依照這個東西去做計劃 但這就是我們得到的 等到太空船飛到附近的時候一看到 糟糕了 怎麼是這個樣子 這是一個3D的立體動畫 這個動畫並不是 羅塞塔計劃下面的科學家或是工作人員所做的 他是一個計劃以外的人做的 他從網路上面大家都可以拿到的照片 然後還有羅塞塔計劃公佈出來的3D的模型 他做了一個模型出來以後 把照片貼在模型上面貼貼貼貼貼貼貼 他做出一個真實的3D的動畫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造型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造型 推測出來的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像是兩顆彗星黏在一起的樣子 這是一般的造型 所以這只是我們看著 這就是我們從羅塞塔計劃的 我們當我們進入羅塞塔計劃的 我們從羅塞塔計劃到後 它可以從羅塞塔計劃發出 它是比水还要低的,所以它会在水上。 在2014年的8月,它们侦测到彗星表面,大概是每秒钟会喷发出一公升的水。 然后再过几个月之后,大概这个量会增加一百倍。 另一个数据是这边。 它上面写的6%,意思是我们天文上面的一个定义叫做反照率。 它的意思是说,你百分之百的光线入射的话,它的反射量只有6%,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暗。 How dark is that? So let me give you some examples here. 多暗呢,现在给你一些例子。 This is the most reflective object in the solar system. It's the moon Enceladus. It reflects 99% of the light that falls on it. The earth reflects about 30% of the light that falls on it, and the moon reflects about both percent. 地球的反照率大概是,地球的反照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然后月球的反照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Comet CG reflects 6%. 这边真的是有一个东西。 It is there. It is there. You can see it. 这边是真的有一个东西。 但是我们把它放,变成百分之六的反照率。 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东西。 So it's very very dark. 所以你就知道百分之六的反照率是非常非常暗的。 It looks like,it looks very light in these pictures, because we take very long exposure. 在这些照片看起来非常亮,是因为我们做了长时间的曝光。 And we describe this comet using just the term,head for the small part,body for the large part,and the neck for the part in the middle. 这句话的总结就是说,这个彗星看起来像黄色小鸭。 这个是头。 这个是脊。 然后这是它的身体。 So now that I've got you oriented on the comet, Let's look at some of the new pictures from the Rosetta spacecraft of this comet.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看一些罗塞卡太空船所拍到一些新的照片。 So this picture is from looking past the base of the comet to the underside of the head. 这张照片是从彗星的底部往上看, 彗星的底部然后往上看头的下额的一个地方。 所以从这边到这边的距离大概是两公里。 从身体到头的距离大概是两公里。 所以像这边看起来就是小小的石头,它好像就是粘在彗星的旁边。 但是注意,大家刚刚就是我们有讲到,这个彗星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万分之一而已。 这个就是反过来看,它是从头往身体方向看。 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中间的部分是彗星颈部的部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点点的东西就是一些颜色。 你会看到这其他因为是最大从头能处段。 我应该说,一说这些筐 Sara,这没有大发meye Florianvaro 那是缶就是其他的噪的。 这些重盘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重盘是 perquè何时怎么觉得这只上海浪。 這幾部分你看到這個黑黑的部分 看起來好像是隕石坑 我們說隕石坑就是隕石撞擊在彗星表面的東西 但實際上它並不是隕石坑 它是一個我們叫做sinkhole 就是一個下陷坑 地層下陷 它底下東西不見了 底下東西為什麼不見呢 因為太陽光照射它 底下全部是冰啊 固態的冰啊 固態的二氧化碳啊 蒸發以後 底下就被掏空了 整個就地層下陷 所以就被下陷 In fact you can see in this next picture here that this depression, this sinkhole you can see it eroding away along the cliffs you see that on all parts of the comet 所以從這張上面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說 從那個它下陷的那個邊邊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石塊一直往下崩 所有地方都有類似的痕跡在 這個地方就是近距離的特寫 這個地方就是近距離的特寫 very smooth, covered with dust, with folders some areas look like there's no dust or very little dust 這個地方看起來非常平滑 這個地方看起來非常平滑 然後就是聽文學家猜測它 它應該就是被一些塵埃所覆蓋住 非常平滑 然後分布了一些石塊啊 但是有一些地方就不是那麼平滑了 這是另外一個下陷的坑 這是另外一個下陷的坑 你可以看到這些石碟一點塊 有可能是從這些石碟裡面掉下來的坑 這部分就是在身體跟頭之間的那個頸部 然後這些雪來野的是大概900公尺高 這張照片裡面最明顯的就是這一條 這個裂縫 這個裂縫 不知道多久以後 這個背景可能會變成C G The next picture shows a very deep hole and what I want to point out are all these bumps on the wall we call them goosebumps or dinosaur eggs 這個只是另外一個就是另外在背景上面發現到的坑 大家可以仔細看 這邊下面就是一張彩色的照片 It's very grey 它真的是彩色的照片 但是它沒有顏色 Gas coming off the comet and dust 這個是剛剛你看到沒有任何這些亮亮部分的部分的地方 就是說當我們曝光時間不夠長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會合 核心的部分 沒有任何噴發的活動 但是呢 當我們曝光時間長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些東西就冒出來 這是會心表面受太陽光熱造射以後 就噴大出來的氣體 That's it right Early when we arrived at the comet there was very little gas and dust because it was still far away from the sun but if we tried to do a longer exposure even though it looked like there wasn't much there you could see that there was gas starting to come out 當羅塞塔剛開始就是跟會心會合的時候 其實他們離太陽還有一段距離 現在慢慢的離太陽越來越近 所以呢 表面就一些活動就開始了 然後我們在比較短的曝光 我們看不到會心上面有任何活動 但是我們把曝光時間正常一點 就像我們拍夜景一樣 把曝光時間正常一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 你正常曝光下看不到的東西 and the activity has gotten stronger and stronger as the comet has gotten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sun 所以會心上面的活動就會越來越強烈 當會心越來越靠近太陽的時候 and we have I just love looking at the beautiful pictures of this comet I'm just going to show you a few pictures showing some of the activity so here's a crescent comet so here's a crescent comet with the gas blowing out 好 接下來我們就會 就是放幾張很漂亮 就是講得認為很漂亮的影像會心這樣看一下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看起來很像月亮形狀的 然後有一些細節跟搭配 and this shows all the different ways the gas and dust can look as the comet rotates and you have different jets of gas and dust coming out from different places 這些是從不一樣的角度去拍攝彗星的時候看到它 就是各個角度噴發的狀況 so you may ask with all this going on how do you land on this 既然有那麼多的氣質層來噴發出來的話 那我們到底怎麼樣降落到這個彗星上面 so the answer is very carefully this is an image of the comet and where the landing spot was selected to be 所以我們要非常小心地降落到彗星上面 然後這個是 就是登陸體 原先所選擇的那個登陸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它的放大度 this little there's a cross here there's a cross here that shows where our planned landing spot was 這邊有個十字線 是他們計劃要降落在那個地方 這邊有十字線 那些人會看不清楚 it's hard to see but there's a little teeny boulder right there I just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we'll get back to that in a minute 在這個原本玉地登陸的那個位置 旁邊有一塊石頭 然後現在想要讓你們先記住 好 那個旁邊有一塊石頭 so what I'm gonna show you next is a short animation made by that same digital artist who made that movie of the comet spinning and it's a fly by flying around this depression on the top of the comet 接下來要給各位看的是 跟之前給各位看的那個3D動畫的 就是相同的作者 然後讓各位看看說 如果說我們沿的這個下陷坑 就是周圍這樣繞一圈的話 會是什麼樣子 會是什麼樣子 so the landing site is over on this side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是預備降落的區域 again this was made this isn't an actual picture of the comet but he used the model and then he overlaid on top of it pictures that we actually took 這個做法跟剛剛我們講的那個3D的模型是一樣 這個是由原來的那個3D的模型他們提供的 然後他從照片裡面 他把照片一張一張的貼在那個3D的模型上面 所以形成了這個真實理 so it was time to say goodbye so here is an image taken by the lander of the Rosetta spacecraft 好,B-Ley準備要離家了 所以跟那個Rosetta說再見 所以當Rosetta放下那個B-Ley以後 他就回頭把B-Ley拍一張照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這個把Rosetta拍一張照片 就是Rosetta 這個太溫暖 and Rosetta returned the favor 所以Rosetta也對B-Ley這個小孩拍了幾張照片 so Philae was released from Rosetta Rosetta at an altitude of 22km away from the comet and it took 7 hours for it to fall Rosetta太空船 在距離彗星表面22公里高的地方 把B-Ley放下來 然後因為隱密非常小的關係 他花了7個小時才從22公里的地方 慢慢的降落到彗星表面上 這個是當Filae的登陸品慢慢往彗星表面降落的時候 他距離彗星3公里的地方拍了一張彗星的照片 and here is a picture taken only 40 meters above the surface and remember that rock I told you to remember that's that 這個是B-Ley快要降落的時候 距離彗星大概還有40公尺的時候所拍到的照片 剛剛講的那個實況就是這一個實況 所以這個照片顯示 這個照片是一系列的照片 被Rosetta的空艇 當Filae在Rosetta的空艇上 Rosetta的空艇上去到它的空間 這個是羅塞塔拍Filae的照片 當它下降的時候 它就一張一張拍一張一張拍 所以這是D-Ley 經過Rosetta 就是慢慢飄過它表面的時候 然後Rosetta拍到的照片 and here is the landing site right there 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before and this is what it looked like after unfortunately something is missing 這個是 這個是 這邊都有太空船 有太空船 有登陸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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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是之前的照片 這是之後的照片 這個有點奇怪 這個小孩子第一次離家 然後就不見棕櫻 只有足跡 什麼東西都沒有 太空船 不見 you can see that something changed the before and after look different it looks like something did hit the surface but it's not there anymore 所以我們的飛雷 我們的登陸頂 真的碰到灰心表面了 但是呢 不知道跑到哪一區了 Now just by luck we were continuing to take some pictures we expected the lander to be on the ground it wasn't there but in one of the pictures we happened to take we saw this little dot that's Philae flying off 因為當那個 Philae在降落的時候 羅塞塔被他持續多了 就是拍照片 所以一直拍一直拍的 照這個地方可能不見了 然後還好 在一張照片的角落 我們看到它了 雖然這個地方只有足跡 但是知道說 它可能是從這個地方 所以 Philae就是很順利的降落 它降落的時候 當然因為有一些東西固疹 所以它變成在彗星表面做彈跳 第一次 蹦 蹦 然後 這邊有兩次小的 所以它跳了好幾次 How high did it bounce? It bounce About a hundred to a hundred fifty meters Above the surface 那它跳多高呢? 它只跳大概一百五十公尺左右 但是我們這樣子的 我們這樣子的 我們想到說羅塞塔的營利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你這樣子掉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比較起來的話 它並不是彈得非常的高 雖然深入體的重量大概是100公斤 但是在這個彗星表面上 它重量相當於一張紙一樣 因為彗星表面上的比例非常像 我們預計它應該降落在這個地方 但實際上它很可能是降落在這個地方 但是確切的位置在哪裡 我們一定不知道 這個橢圓是我們猜測比例大概最後落地的位置 但是我們不能非常的確定在這個橢圓裡面的哪個位置 Fiele tried its best Fiele took pictures of where it was and sent it back to us saying well I don't know where I am but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 Fiele最後傳出來 它就是在附近 它用附近 它自己登錄屏上面的照片 把它附近的周圍的影像全部拍下來 然後送到羅塞塔上面去 告訴羅塞塔說 我不知道我在哪裡 但是這是我附近的照片 我們認為Fiele landed somewhat on its side 所以那些是有點難度去做一些的試試 但它有很多的試試 它想要做到很多的試試 但是它做了大部分 Fiele在彗星表面工作了57個小時 然後電池就耗盡了 所以呢 Fiele又回到它的那個冬眠狀態 我們希望太陽會再次照射在Fiele的太陽能板上面 讓它有電力開始繼續工作 現在要講的就是 就是羅塞塔的一些 做了一些科學的結果 然後這個是要講說 我們知道那個 氫它有一些同位素 有刀有穿 然後氫跟刀是 就是因為它是同位素 所以氫只有一個子子一個中子 刀的話就有一個子子一個墊子 然後刀的話有一個子子中子跟墊子 所以它們是子子數相同 所以它們是子子數相同 中子數不同 So Earth water has a certain ratio of deuterium to regular hydrogen so that is this blue line here 在地球上面 就是刀跟氫的比例 就是刀跟氫的比例 是有一定的數值 但在這個圖上面的話 是這一條線 如果說67P 它是地球上面水的來源的話 如果說67P 它是地球上面水的來源的話 那它就是我們在探測67P上面的刀跟氫的比例的時候 它應該要跟地球上面刀跟氫的比例 在水裡面刀跟氫的比例 應該是非常接近才對 So for example the measurements we've made in Oort cloud comets are all too high but one Jupiter family comet is on the line so the question is where does CG fall on this plot 天文學家一直在爭論說 這個地球上面的水是從哪裡來 是從小行星來 還是從彗星來 那如果是彗星的話 到底是從歐特雲來 還是從凱博帶來 那之前做的研究是 這些從歐特雲來的 我們做的觀測是 它的歐特雲上面的刀跟氫的比例 是比地球的比例還要高的 所以呢 不太像我們的地球上面的水 不太像是歐特雲來的 然後 木星族的彗星 有一顆彗星 你看到這個地方 跟地球上面的刀跟氫的比例 非常接近 那我們就想要知道說 那67P 我們現在要 我們登錄這顆彗星 它上面刀跟氫的比例 是不是跟地球上面一樣 So let's see where does comet CG appear 結果 它竟然是在這個地方 3 times higher than the value on earth 所以我們偵測的結果是 六十七P上面刀跟氫的比例是地球的三倍 所以 所以這個 67P 它的意思就是說 彗星族的彗星很可能 並不是地球上面水的來源 So let me show you one more science result This is actual dust from the comet that was captured by Rosetta 我們另外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個科學的結果就是 這個是真的是在被捕捉到的彗星的塵埃 So this shows the same piece of dust with light coming from the right and light coming from the left and it's about the size of a few human hairs 這些是從 比如說你看這邊有陰影 這邊有陰影 所以這光是從右邊打過來 這邊的光是從左邊打過來 這是同一個彗星的 同一顆彗星的灰塵 然後它的大小大概就是幾根頭髮的厚度 The dust is very fluffy and it breaks apart very easily which means that a lot of the surface is probably made of much smaller loose dust 這個彗星的那個塵埃 就是看起來很蓬鬆的 然後所以呢 它很可能是從 就是由更小的那種塵埃所組成的 So we have other science results that I won't go into detail but there are just a few I want to mention First, there is no ice on the surface of the comet 有一些初始的一些科學結果 在這邊要講 第一個就是 在這個彗星上面 我們幾乎沒有發現到任何的冰 All the ice must be just below the surface covered by a layer of dust 所以呢 我們懷疑這些冰應該都是在彗星的那個塵埃的表面 比如表面塵埃以下 或是被一些有機的分子所覆蓋住 and that dust can be several meters thick in some places 然後這些灰塵很可能是有幾公尺高 在某一些地方 So there is a lot more science results to come from the Rosetta mission because even though Philae is asleep Rosetta is still awake flying along with the comet 對 所以即便 Philae現在沒辦法工作 但是羅塞塔還是跟著彗星 彗星就是一起飛 所以呢 我覺得羅塞塔本身可以做很多科學的試驗 So this is only the beginning there is much more to come This month the sun is now going to the shining o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of the comet and maybe the lander will wake up 所以在這個月 剛好到就是彗星本身的分點 這個 所以它現在 比如說像我們有 我們地球因為有那個琴角 所以呢 我們的南半球北半球 我們經過說在極區的時候 常常會有有夜 會有有咒 所以 我們現在這個月 它會經過彗星的分點 所以呢 它的那個 之前照不到陽光的地方 接下來漸漸會照到陽光了 所以只要逼了給陽光照射到 那它就可以復活了 所以 空飛機輪到ZETA飛到飛機 飛機輪到飛機輪到星期中 星期中的星期 飛機輪到星期中 我們希望它會繼續到星期中 接下來另一個大例子 2015年的8月 羅塞塔會伴隨的彗星到最靠近太陽的近日點的地方 然後彗星的任務應該是在2015年的12月會正式的結束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繼續 如果想要更多的資訊 請去這些網站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資料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部落格 然後最下面的是講者他的Twitter 我不知道有沒有很多人用Twitter 所以我只是想讓你們 跟現在我最喜歡的照片 這是講者目前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另外一張照片 這次 跟羅塞塔 記不記得之前 羅塞塔 他拍一張自拍 背景是火星 現在這張自拍 背景是彗星 我真的喜歡這張照片 因為而且我曾經在這張照片 因為我曾經在照片 很多年齡 我曾經在照片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在那裡 我們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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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做 這張照片 我們都在做 我們有學知 的系統 是有一個宇宙的系統 的系統 在宇宙的系統 在宇宙的系統 雖然 我在羅塞塔工作了很多年 但是 這張照片 是唯一的一張照片 讓我感覺到 我好像自身 在那個地方 看到 彗星 所以我很想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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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聽說 羅塞塔 謝謝 請請 bravan 請 請 I'm happy to answer questions, or however long. 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用英文或没关系。 Can I say something about Alice? So, I was trying to be generous and talk about everything else, but Alice is an ultraviolet spectrogram. So, what that means, it's a telescope that breaks light into a rainbow. But not light that we can see, but ultraviolet light. So, it breaks the ultraviolet light into an ultraviolet rainbow. Now, why would we want to do that? Because every atom and every molecule has a unique fingerprint in a spectrum. And there are certain atoms that have their unique fingerprints in the ultraviolet range of the spectrum. So, Alice is looking for special atoms and molecules, things like what we call noble gases, that allow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 comet formed. Sorry. Do you want me to break up? Do you want me to break up? Yeah, you want me to break up. Okay. Of course, I remember maybe a little bit. Alice is a UV, which is an ultraviolet light. 這是一個黃布宜 它可以把紫外光。 升為紫外光 然後變成紫外的 eench vãoным 所以這個儀器的目的是要尋找在一些分子上面的一些特別的原子 然後我們就知道它的溫度 我們就知道那個東西的溫度 還有其他問題嗎 所以後來這個任務 什麼是他們做的 或是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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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非常好 只是說實際 是非常好 你知道 Rosetta 是 第一次亞洲的航空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世界其他方法 但它從來的工資 當值了很多錢 然後 我們有這一培 我們當然想要再去拜訪另外一個彗星 但是需要很多時間,需要很多錢 我們甚至希望可以 真的登陸彗星,然後做一些那種sample return 的 mission 就是可以把彗星上面點一些東西 像我們登陸那個太空船登陸月球一樣 把一些東西回來,那樣的話就會更好 但是需要很多時間跟很多錢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people have long been suspecting that a comet are the source of life on Earth and we seem to have indeed detected some organic molecules on the comet, and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is, and can you tell us how Alice could help us Can Alice help us detect all these organic molecules on this comet, and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is? Thank you Alice does not detect organic molecules but there are other instruments on Rosetta that do and so we have detected some organic molecules and some complex ones, and in fact even before Rosetta there have been observations that have been better? Okay so it seems very likely that comets since they have complex organic molecules could have delivered them to Earth but maybe not just comets maybe asteroids because it seems like this type of chemistry can happen in many parts of the solar system so I can't say anything more specific about this comet we didn't find life on this comet but it is giving us more evidence of the complex chemicals on comets and it strengthens the argument that they probably were for the delivery for these complex chemicals to Earth that they were that they were to to what what d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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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to do you to d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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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to 剛才的問題是說 應該是說ESA是不是有自己的 怎麼去跟Rosetta溝通 做通訊 然後ESA是不是有自己的facility 對不對 所以Rosetta是很遠的,大概20-25分鐘現在 去送電影或電影去Rosetta ESA does have its own ground stations 所以我們 primarily用那些 但是我們需要它 我們可以請到NASA 用一些他們的 ground stations 他們有70-meter ground stations ESA has 35-meter ground stations 所以如果我們需要它 我們可以請到NASA 我們已經成功成功了 我大概講了一下 ESA自己 現在我們要跟羅塞塔太空船所溝通 就是因為距離的關係距離非常遠 所以要花22分鐘 ESA的確自己有自己的地面的衛星接收 但是它的直徑大概只有35公分而已 但是我們需要 公尺 然後那個NASA的話 可能它就比較大的 但是如果說ESA有需要的話 它就可以跟NASA 就是請求使用他們那邊的地區 應該都follow了 acağız What was the plan 羅塞塔太空船 就是為了 Rosetta approached the comet It used a trajectory we call a pyramid trajectory Basically, instead of flying in a circle It flew in a triangle And got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comet Why we did that was First, it's difficult to get in an orbit around a low mass object Secondly, it's easy to control the spacecraft Traveling in these lines And they were doing that when they approached So they could understand what it was like to fly near a comet Eventually they did go into an orbit But sometimes we still use those pyramid orbits Just because they're useful 當羅塞塔太空船接近彗星的時候 他不像傳統的我們想像說 到一個星體的時候 他是做圓形的預形 他是做三角形的 然後做這種三角形的操作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比較好做 因為他是直的 直的 而不是圓的 因為地心引力小 因為地心引力小 所以你不太容易做這種 圓的 I was just actually seeing if I had oh I do have one of those pyramidal orbits here I can play it while I answer the next question so you can see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and while that goes on I'll see if there's another question I have one question there are many comments on our solar system so how does the team select these candidates any special criteria thank you 我們有很多彗星 然後為什麼會選這個彗星當成目標 有什麼特殊的 當初有什麼特殊的選擇的標準 所以 CG was not our original choice the launch before Rosetta failed and went into the Atlantic Ocean we didn't want that to happen with Rosetta so they delayed the launch until they could figure out the problem that was a one year delay and so we lost our window of opportunity to go to that original target so suddenly there was a scramble in the science team to find the next target for Rosetta we had a spacecraft built and nowhere to go so we looked through the list of comets to narrow down which ones we could reach with Rosetta which ones were similar in size or guess similar in size to the original target because the lander was designed for a certain size comet and was the most scientifically interesting and believe it or not that list ends up being very short that we can reach is the right size scientifically interesting so it came down to a list of on the order of four comets and basically among the science team we pick CG as the best option 他說 60匹CG 不是原來 他們的目標 但是呢 在發射的 就是計畫要發射前一年 那個運載火箭 就是 失敗了 所以呢 他們不希望這些事情 發生在那個 那個 Rosetta上面 所以他們只好把整個計畫延遲 延遲 那一延遲以後 就剛好 這個 就是他原來選定的那個目標 他已經錯過了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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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間點了 所以呢 他們只好重新去選 那重新去選呢 當然就是 重新去選的話 你必須要看說 原來這個 就是那個探測船 還有他的登陸艇 他們的那個 設計的是 為什麼樣子的那個彗星去設計 所以呢 你也只能選 跟他比較類似的彗星 去做你下一個 就是目標 然後 如果說你把這些東西 全部考慮進去的話 其實那個 最後的那個 那個 名單 其實是很短的 最後 後來就是選擇這個 六、七天 中文静 解量 男愛夢 illi 這謎 王 李静 學長 這個 作為 or you find a better way of doing something you try to remember that for the next time so the question is what are our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uh the bounces landing that we have with philae so philae had harpoons the harpoons did not fire they're still looking into why but the biggest risk of any spacecraft mission is moving parts you want to minimize moving parts as much as possible do you want to try that before i go on I'm already too far 剛剛的問題是說 那個在philae上面有那個就是魚叉 它可以在那個harpoons system 它可以當那個philae在降落的時候 它可以射到會心的表面 然後魚叉它有倒溝 那個philae就可以抓在那個會心 然後就好像下毛一樣抓在會心的表面 那問題是說 有那個東西但是好像不能工作 那ESA就是歐洲太空中所有沒有從這個東西 從這個案例裡面學到什麼東西 當然ESA有學到 那現在還在了解說到底為什麼那個魚叉沒有發射出去 發射 OK OK But to continue on that Um But the harpoons weren't the only way we planned to do it So there's another saying in the space business belt and suspenders You wanna have both You wanna have both In case one fails Will that translate 太空計畫裡面 太空計畫裡面 你當然 我相信它的意思是說 你要有一些背感 對 你要有皮彈 你也要有掉彈 不然的話 萬一其中 你不是有兩個的話 萬一其中有一個出錯的話 那你就 給我 So Philae had also a reverse thruster to hold it down on the ground and screws in the feet to hold it in the ground so the idea is when it landed harpoons would shoot out thruster would push it down while the screws went down 所以 它就是 万一 鱼叉没有办法发射的话 然后它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噴射的装置 它会把你 就是 当它下降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 噴射的装置 file 就是让它喷发 然后让你 那个lander 就是这样下去 然后它会有一个screw 有一个钻地的 会钻下去 所以这种 就是双重的保险 但是 好像还是没有成功 unfortunately for philae the belt and suspenders 都掉 所以 但是 很不幸的 这个钻带裤 带子也 带子也掉了 皮带也掉了 所以 所以他们会把这些 的问题都将会做到 为了解 各种 分析 发生了 为了解 其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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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知道什麼樣的地面 當我們到達到那裡 是否很滑的 有一個層次的砂 但當我們到達到一小層的砂 它是硬的 像石頭 不是石頭 但很硬的石頭 講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當他們在計畫這個太空任務的時候 我們並不了解說 那個彗星表面上面 它到底那個表面上面 到底多硬 但是在那個 就是登陸艇上面 有一些hammer 一些槌子的裝置 它去打那個地面 他們發現 它那個表面非常的硬 比他們想像的就是 還要硬多了 就是可能是這種 冰 就是固態的冰在那邊 所以比他們想像都還要硬 可以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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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問題 想像是 那樣的 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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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震在特朗課 我認為 我認為最重要的結果 是關於我們剛才說的 在那些零件的零件 在某些地方,在某些地方的零件是很深 but where we happen to land underneath that thin layer of dust is very, very hard hard ice and also that the dust insulates very, very well so that the temperature on the very surface and the temperature just a centimeter or two below the surface can differ by 50 or even 100 degrees or more over that very short distance so those two results alone I think are very interesting and for future comet missions I think those will be something key we will have to plan for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in the降落体 we now found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那些資料是什麼 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說 他們之前不知道說 他們認為說之前 那個灰心表面應該是覆蓋了很厚的灰塵 但是呢 在他們降落的那個地點 灰塵是只有薄薄的一層而已 底下是非常硬的冰 那這個是一個重要的 他們就是重要的那種 發現 因為他們以前不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這層這個薄薄的灰塵 雖然只有就是一點厚 可能幾公分厚 但是它的溫度可能差到一百度 就是保溫就是非常的好 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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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you told me the study results in the combat is now Ah, yes Very good You've been reading So another interesting result From the lander Actually So I should have included this as well When Philae landed That first time That landing instantly triggered All the science process that it was going to do Now they didn't know that it was going to bounce So they started doing all their science That they would have been doing if they were on the surface One of the things they were doing Was they were measuring the magnetic field Now that bounce Actually Was a good thing For the magnetic field measurement Because instead of measuring the magnetic field in one spot They were able to measure it As it flew over And bounced again And then over and again And what they discovered was There's no magnetic field On the comet So what that means You don't mind going a little longer Why don't you do that And then I'll explain what it means 剛剛的問題是說 最近 有一篇 就是有關於羅塞塔的研究 那個文章出來說 這個彗星本身上面沒有磁場 那 那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發現 然後 這個 發現它沒有磁場 是一個偶然的結果 就是說 因為 我們把那個 那個 那個 燈陸體 放到彗星上面去的時候 它剛好 做彈跳了 那 在 它放下去的時候 它所有上面的那個科學設備 已經被觸發 開始要做偵測了 結果 它在 就是 一開始 彈跳的時候 開始偵測 就是偵測 然後 蹦蹦蹦 所以它一路去做偵測 那 這樣子的偵測的結果 其實是 是比在一個點做好 如果說我們降落在一個點的話 那這個地方 沒有很強的磁場 那 或是說 它的磁場 是 跟臨近區域有沒有辦法去做比較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降落的話 就不行了 但是 它剛好在那個彈跳 所以它可以沿著它的彈跳的路線上面 一路去做偵測 所以 它是 它是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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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 有一個 小焦點 它 它 可以 它 4.5 billion year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We think stars had magnetic fields as they formed, and that that magnetic field could have had an influence on how stars and planets formed. In that early solar system, in the dust, there were iron-magnetic-susceptible particles. And if those particles collect up into a comet, that comet could have locked in that original magnetic field. And so, if it did have a magnetic field, it would tell us what the magnetic field was like 4.5 billion years ago. The fact that it does not have a magnetic field either means the magnetic field was very weak where the comet formed, or the comet experienced higher temperatures than we think it did. that kept the magnetic particles from locking in the field. the magnetic field was very weak. 那些快撞的東西啊 它應該也會有磁場 那磁場它形成的時候 磁場就會被鎖在那個 就是彗星裡面 那我們沒有發現 這個我們沒有發現磁場的話 就表示說 那是不是在當初形成那個彗星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磁場在這邊 或是說彗星經歷了一個 就是比較高溫的環境 然後把那個就是磁場的破壞掉 OK, I believe I have time for one more question Anything anyone wanted to know about comets without having to go to Wikipedia this is your chance Ah, yes, one more, there we go So if the albedo is so low, if it's so dark How does Rosetta see the comet? And that's all a matter of the exposure You know, if you have something very dark If it's not completely black If it's reflecting even just a couple percent of the light falling on it You can sit there and just do a longer exposure And over time, that little bit of light will eventually allow you to be able to see it Now, you might think that's hours and hours But actually, Rosetta's cameras are very sensitive Because we knew comets were pretty dark So we designed the cameras to be extremely sensitive So that we could see the dark comet 問題是說 那個彗星67P 既然它的反照率那麼低 那 Rosetta怎麼可以看到它 其實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曝光 其實我當然是跟它講的沒有關係 即便你在非常漆黑的那個屋子裡面 沒有光線進來 但是你把時間曝光長一點就可以 當然, Rosetta 它知道說這顆彗星會很暗 所以他們就製造了特別的照相機 所以它可以拍到 它可以捕捉到微量的光子 然後就可以沉下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近距離來拍它 我們現在如果說從地球上面去看彗星的話 因為太陽光到彗星 彗星到我們這邊來 都是經營非常遠的距離 但是你現在是在彗星旁邊去拍 所以它就比較遠 所以才被拍到 講述 哥給你啊 你意思是由 Rosetta? 是的 好 詳細詞是 我們怎麼看的第一次 是